据我们插播连线来看到 就是陈水扁的身体状况 那么到底是如何呢 明天会不会出庭呢 陈水扁的委任律师表示 就算陈水扁的身体插到 快要挂点了 请假也是没有用的 这是不是意指陈水扁 明天不管如何都会出庭呢 我们连线记者徐华川 华川请说 好在结束扁办的 公布光点记者会之后 律师郑龙是赶紧来到了 台北看守所来进行 对陈水扁的律见 他主要是关心 当时的健康状况 因为目前已经绝食第四天 他很担心 当事人可不可以在明天准时出庭 不过提到这个话题 他是雨带讽刺说 如果换成是别的法官 不是蔡守区的话 当事人目前健康状况 早就会批准延迟出庭 但是对蔡守区法官 他是想都不敢去想 我们要听一看 之前郑文龙的这段访问 因为你跟庭上请求也没有用嘛 所以只好 撑着身体 再怎么插着身体 要撑进法庭嘛 最近有跟总统达成共识了是吗 也不用啊 就是这种受到法院特别关照 指派法官的案子 即使这个被告身体都这么差了 都快要挂掉了 你还是不能讲说要 你不能说你要申请什么什么 讲的都没用嘛 这种法院对人性的关照 郑龙强调他是很担心 目前陈水扁的这样状况 目前因为到现在为止 已经绝食第四天 只听到中午有 因为这个吴淑贞夫人的劝告之后 喝点水 他很担心身体状况 能不能够付得了明天的秘籍出庭 博太还是强调说 当事人陈水扁已经答应他 无论如何都会撑着身体 明天准时到庭 以上是来自 凯恩索尊行星 再把时间交还棚内 好